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经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天主赐与宝贵的礼物 但是对于一些从未接触过圣经 或者认定他是黑板沉门的人 要鼓励他们揭开这本禁口的书 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他们着到古灵精怪 神情专注 他们拿着书和笔记 一边揭一边埋头苦干 要吸引人读圣经 荒废原来有很多种 在台湾天主教徒大约有30万 一共有7个教区 每一个教区都设有圣经协会 这些协会的宗旨都是传扬圣经 推广个人和家庭读经 以及在不同的堂区组成读经小组 对圣经的兴趣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因此圣经协会会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 希望吸引不同年龄的人参加 小朋友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地区 有儿童说圣经故事比赛 那这个高雄部分 今年也要办第三届 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经故事是 瑟利扎凯 从前有一位先知 名字叫做约纳 有一天天主向约纳说 你要到明明湾 告诉住在那里的国王和人民 他们做太多太多的坏事 应该立即悔改 那台南的话呢 他们有亲子游戏 圣经的亲子游戏 小孩子大概是这样子 那成年人的就比较多了 除了我们说的一般的读经班之外 会有茶经的共荣 还有一些圣经讲座 就是让大家读圣经 圣经讲座 还有圣经游戏 就是拼图游戏 大家全家人 或者是一个堂区一个堂区 老老少少 一起来拼图 近年来台湾不同的教区 都藉着举办茶经比赛 而掀起了独经热潮 在高雄教区 茶经比赛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反应非常热烈 去年是23个圣堂 以高雄教区来说 一共有60个圣堂 所以有23个圣堂 但是有39队 那表示每一个堂区 有部分堂区 它进来了三队 两队 四队 一队十个人 就表示你这个圣堂 有40个人 同时为这个目标 而愿意花时间 重复的读经 可能用一年半年的时间 参加茶经比赛的人 什么年纪都有 难得的是 当中有很多年轻人 联群结队地参加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学青 那他们的老师告诉我说 我要他们读经 不是为了比赛 是为了玩 为了好玩 我们一起来 然后有老师会陪伴他们 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 都穿着他们自己的T恤 什么什么堂 然后一桌子 都是自己的同学 教堂的同学 那不管他们打得好不好 打得好之后 他们全部打队 他们就全部跳起来 好高兴欢呼 看到就很有趣 很喜乐 茶经比赛足以令那么多人 花大量的时间读经 和这个比赛的精心设计 有莫大的关系 首先我们会跟我们的指导神师 来选定范围 那我们基本上是选定三部书 那这三部书呢 也就会配合礼仪年 会配合教会的这些年 什么某某年某某年 一般这几年来我们的初题是这样子 第一个它是简答题 全部的人一桌十个人 那神父就发答案券 那所有人都是听题目 听了之后就写答案 然后就教 马上宣布答案 还有连环题 就是说给你一个题目 然后你要去找那个hint 你翻到hint去找 又有一个hint在去找 真正答案是在后面 所以这个就要有同分的了解 那还有就是闯关 闯关就是有个不同的关 有个关组 那所有的人到达这个关的时候 关组就把题目告诉你 你要在三十秒钟之内写答案 写完之后 题目关起来了 你就到下一组 就这样子轮着走 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拼图 那就开始计时 二十分钟 所有的人就开始拼 拼对了 答案只在旁边 你全部拼好了 加几分 这个图在讲哪一个圣经故事 再写上去 出自哪一个圣经章节 再写上去 这种有趣的茶经比赛 有点像时下流行的解谜游戏 再加上是群体活动 难怪不同年纪的人都落在其中 是谁想到 将独经和这种比赛方式 结合在一起 他的原创呢 我要介绍台南教区的黄敏正神父 他是方济会会士 可是他的创意非常的新颖 创意非常的新颖 所以他就创造了闯关游戏 还有拼图比赛 还有查经比赛 怎么亲子互动游戏 很多他创意非常多 所以他创意一出来 想他有个点子之后 我们就把它付诸实行 要求给一次这样的比赛 背后的功夫一点都不简单 全靠圣经协会的成员策划执行 付诸实行就需要有工作团队 计划书 工作分配 然后整个团队的行程 然后就去筹划 当然这是内部的事情 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和管道 让唐区的教友们知道说 这个很有趣 一定会很好玩 我们想要来参加 就是引起兴趣 那相对的 如果我们只是说 我们来读经 那个兴趣好像就相对比较弱 可是我们说我们来玩游戏 没压力的 好玩的 有趣味的 我想他们会吸引他们 圣经协会 举办各种不同的活动 参加的人大多数都是教友 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 一群最需要圣言支持的人 他们将圣经带入监狱 各教区监狱服务社的兄姐 每一个礼拜固定进去 为他们服务 讲授一些社会上目前的脉动 还有一些人生的哲学 还有一些读经班 监狱部分也非常支持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宗教的力量 是向善的 而且圣经会潜移默化 在两年前高雄地区的监狱服务社 的兄姐 我们就为他们办了一次 应该是第一次了 监狱的查经比赛 第一次是在南监 在高雄 有96位参加 去年去了女监 今年还是要去女监 要在监狱举行查经比赛 圣经协会的成员 要作出一些特别的安排 但是在囚人士的认真 和积极的态度 更加令大家意想不到 我们就把福音影印 每个人送一本 瓶装本的 就只有路加福音这样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念 那我们进去要比赛那天 我们真的是很惊讶 就是很多学员 我们不是说全部 很多学员 他们把圣经已经快要翻烂了 然后用笔记本 就记了很多很多重点 旁边又夹了很多标签 就好像一直熟读熟读 那很多很多队 他们就非常回应非常好 就是当我们在出题目的时候 他们是很认真很积极的去作答 然后普遍答对了就 整组就非常高兴 然后答错了就好像有点落寞 很失望 那我们有团体奖 就是一组一组的 有组别有奖 每个人有得奖的就送礼物 那在监狱里面的受刑人 知道物质非常缺乏 那我们送些名声用品 那还有就是得奖的那整组 我们送一本新约的圣经 转眼间 吴家洛贵高雄教育区的圣经协会 服务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回头 他自己也是藉着参加查经比赛 而对圣经有进一步的认识 之后更加被邀请加入圣经协会 帮忙筹办活动 他相信圣言本身已经有一份力量 而他的责任是有得更多人接触圣经 之后的事 他认为天主自有安排 圣言的种子摘下去之后 会发出什么力量 我们永远无法预期 但是我们就是播种 我们用圣经讲座 用活动 我们就播种 那我们就尽量地去浇灌 尽量去播种 那至于是长出什么样子 不知道 有一些种子要三年才会发芽 有些要十年二十年 可能很快就发芽 可能一年就出来 可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去播种 每一年去播种 播种之后 那个长出来的是天主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让天主多做点成长的事情 教宗方仔各两个月前到访加拿大 主要是为天主教会有份迎办 原住民寄宿学校所造成的伤害而道歉 I heard it as a very sincere and genuine apology from Pope Francis 家国的原住民长期经历殖民主义势力的压迫 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教宗这次忏悔朝圣之旅 在和原住民修和的进程上又起了些什么作用呢 《爱常传》带大家了解一下 看完这一集的《爱常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时都请收听我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以及订阅podcast 要购买天主教书籍和信仰灵修礼物 请来到我们位于Markham的 生命恩全资源及媒体中心参观选购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 欢迎大家联傅